医疗领域引进机器人助手 使医护人员有更多的时间专注在紧急病患 张仪松和医院就采用机器人协助处理一些简单的工作 减轻了医护人员的负担 同时提升服务和工作效率 机器人助手的工作主要负责在急症部门送药 机器人每天在急症部门来回穿梭16次 为医护人员节省了两个小时的宝贵时间 也让病患得到更妥善的照顾 这个机器人则负责带路 他能够以英语、华语、马来语和淡米尔语 带领访客前往急症部门的各个区域 张仪松和医院急症部门的等候时间目前是5到8个小时 院方计划部署更多机器人助手减轻医护人员的工作量 也为病患提供更优质的服务